受到海浪侵蚀,东海岸线严重退缩 先议员高美珠直询建设处 县府是否与第八河川局合作 向中央争取,规划养滩及加强防护地点 1926年至2000年 在75年间全毁制在海岸线 平均后退59.4公尺到7.14公尺左右 我们平均海岸线内缩速度非常快 每年是0.79至0.95公尺的变动 最大的侵蚀量发生在小马 你也很清楚 小马八边成功重安借桥 就长滨这里 总共退缩110公尺到130公尺左右 在24年间,1977年至2000年 台东海岸有明显的侵蚀发生 海岸线平均后退约在21.5公尺 这个都是有数据 然后至32.5公尺 在2010年间 它退缩也很恐怖 虽然我们很多原住民都靠近海岸生活 那这对我们来说 以阿美族为主 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 长滨渔港淤沙卖不出去 堆置在港区 高议员说 是否以BOT或OT的方式做滑沙场 还是拿来养滩 我们淤沙真的没有办法 卖出去 你说以沙洋滩又这么贵 那是不是我们用BOT或OT的方式 带动我们东海岸将有一个沙城 就是华沙的地点 好 这边是它的南边 然后第三章 这个是北边 你看堆积大概有几层楼高 你应该很清楚 这么多的沙死已经堆积在一二十年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个我们要用滑沙呢 第二个还是养滩 第三个还是要办什么沙牌的活动 农业处长达巡 如果土地没有问题 把沙堆往山边移动 也许就像高议员说的 可以有新的发展 高议员认为 冲浪活动应结合周边的秘境 景点让游客打卡 老县长达巡 随着冲浪活动的发展 县府已规划在东河国小 做水上基地 因为冲浪只是 让国际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 不过我们东海岸 并不太了解冲浪 是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定点 我们有配套措施 让他们去打卡 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 这个是在我们东河金尘鱼港 往南走 他是陆连岛 那成龙也在这边拍过片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周边的 美好景点 让编成一个故事 除了冲浪以外 我们还可以来这边探访 那所以我们的相关的配套活动 其实我们都有在进行 那刚刚有那个 私密的景点的部分 的确我们目前是 还是把它当成秘境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 有很多人 其实已经开始在超胜了 所以我们未来在教育处这边 其实针对我们的海域活动 其实是有向下扎根 而且我们打算在东河国小这里 做一个水上的基地 池上有金陈武术 泰玛里乡有樱木花道 高议员表示 东海岸有成龙拍片的秘境 也可以有神隐少女 通往海底的电车轨道 他呼吁大家共同创造秘境 高议员说 委内瑞拉粗产天然石油跟美女 从小培育学生的美姿美宜 是环球小姐与世界小姐比赛的常胜军 台东的体育运动 是否像委内瑞拉一样 创造运动成绩 成就运动员 然后县长答询 县府规划结合一棒与二棒 建立运动产业园区 提供有热情的选手 从事相关的运动产业 希望运动产业能够成为 未来台东的经济动能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 县议员高美朱县政总咨询问证内容的灾药报导 由刘若文整理